是因為這次同學會的第一天 我不曉得說我已經大分畢業30年 而且可以說蠻慚愧的啦 我已經把它乘風在我的記憶之外就對了 然後等於說這次會再勾起這種30年的這種氣味 把它拉回來主要是因為有一個很熱情的景色 有一天早上上班的時候突然接到電話 他說我叫劉晉芬 我那個時候腦筋還在想說我們學校有哪位老師叫做劉晉芬 然後後來聽聽聽聽然後聽他講的一些 我真的真的差一點就是答非所問的說 你到底是誰這樣 對 他後來他就這樣子 他慢慢講話他回那個期就說 原來是大學的同學叫劉晉芬 然後那時候是晉芬他就很熱心 因為他們剛好有一群人 還有金芬啊還有寶鳳還有道明啊還有貴親 還有那個中介跟一種 他們要去南部 結果他們就等於說30年第一次同學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約約就對了 然後那一次他們就去 然後你相信是從台東過來 然後我們大家就去一去 然後那時候那種感覺喔 真的就好像我都跟我們同事說 我好像開始在那個FB上面了 我開始任氣 然後他那個 信氣喔 然後你這樣都沒辦法就湧出來 然後你每天就會有那一種 編劇在主要早上 不是飯嗎 這樣好期望說 每天我就是趕快要去FB 看他又有什麼新的訊息 然後又有那些同學又跑出來了 怎樣怎樣這樣 然後這一次要開同學會 說實在的 剛開始的時候 你這樣只有十幾位 你這樣不是很熱絡那樣子 然後我就跟李香說 你說我不想去了 我說那麼遠一趟喔 你知道同學沒有齒味喔 那種感覺 就不會想 沒有那個衝進啊 沒有那個衝進啊 沒有那個衝進說 想要來台北這樣子 後來李香啊 他就一直也是 這樣子打電話打電話 然後我就說那我上去 我們要住在哪邊啊 然後 車錢又好虧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啊 有處啊 反正就是後來我們就克服一切 然後就 就來到台北 興奮真的是有來啊 真的是 三十年齁 我真的看到大家 我只能說是 兩個次真的是很感動嘛 比如說 大哥的那份奇名喔 真的是 還在那樣子 那我就覺得說 像人家都說 人生喔 就是大家剛才一直都被 巧調說 大家都有年齊了嘛 對不對 其實我是覺得說 人家說 人生的那種老伴 就是說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才叫老伴 只要能夠跟你 就是有互相來往 然後都很聊的來 然後能夠走在一起的 其實這種都是老伴 所以說起來 我們大家都是彼此的老伴 這樣子 就是說希望大家一次都能夠 能夠繼續永久這樣子 能夠常常就能下去這樣子 那如果有空 就歡迎大家到南部 就歡迎大家到南部 謝謝大家